AI打我的电脑自己上网查资料写了个贪吃蛇 然后又自选打爆了这个经典游戏 我去这都能行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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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还能让 从连方向都搞不清的猫猫虫 到神党杀神 AI没少遭罪 我都是没少受苦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伙伴儿请坐 我是林一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一个多月 AI是怎么玩蛇玩树花的 这次的代码也照例全部开源 送给大家免费使用 其实一开始呢 我就是想水一个AutoGPT的视频 AutoGPT是三月底横空出世的一个自动化AI项目 我原本的计划就是下班之后 花一晚上把这个热度给蹭了 AutoGPT运行起来还真挺身人 你可以看着它操作你的电脑 自己上网查资料写代码 电脑报错了 还能自己分析解决 但真正到了运行程序进行测试的时候 AI就开始翻赏 AI写的游戏程序 用到了PiGame这个游戏库 需要提前装好 AutoGPT的显示界面上 有AI的思考过程 可以看到AI也知道应该先安装游戏库 甚至该怎么装它都想好了 但给它电脑的指令 却是直接运行游戏 这就陷进死循环了 GPT的使用可不是免费的 AI每次犯傻 我的银行卡都要被白白扣钱 那我还能怎么办 强制退出本 不过虽然程序关了 AI之前到底写了个啥 可太让人好奇了 我装好了需要的游戏库 把AutoGPT的一座跑了起来 我的评价是 好家伙真开了样 我这辈子是第一次见到一个 一打开就game over的游戏 从这一闪而过的游戏画面上 倒是能看到红色的锅子 还有分数信息 但我蛇呢 你这AI写的贪吃蛇 怎么没有蛇呢 不过这也不是啥坏事 至少说明 我这份程序员工作 暂时还是稳的 可为什么用暂时这个词呢 就得先把下面AI 征服贪吃蛇的这个历程讲完 我收拾了一下 AI留下来的乱满摊子 重写了游戏程序 还加了个音线 AutoGPT玩砸了 那视频还是得做 我一想 那就水个AI玩贪吃蛇吧 这套游戏看着也不难 不出意外 也就一个晚上 结果呢 果然意外的成了个30 这30多个晚上 我被这只蛇变着发的折磨 情况最严重的时候 白天我一抬头 太阳边上都有根绿棍棍 每只砖 第一个晚上相不起步 就把蛇头换成了蓝色 这样AI就能根据头的位置 直接看出来 蛇是在朝着哪个方向走 我按照贪吃蛇的游戏规则 定了一套简单直观的讲成机制 吃到果子得一分 撞晕了 扣一分 因为我不觉得这任务有多难 所以AI的脑子呢 我用了一个传统的多层感知机模型 这个算是卷积神经网络的前辈 能力弱一些 但计算量小 训得快 不出意外的话 马上就能出意外 果然 训练没多久 AI就发育歪了 他迅速学会了不把自己撞晕 但他也只学会了这一件事 果子是什么 不知道 AI的自我世界里 只剩下一个主题 就是转圈圈 这背后就是吸收奖励问题 简单来说 就是AI拿到奖励的概率太低 强化学习 就是奖励和惩罚的艺术 一上来 AI什么都不懂 只会拿脸滚键盘 像之前的街霸项目 AI这么乱打 多少能蒙对一两下 尝到甜头了 他就会更多的使用这些操作 一玩一溜 可贪吹蛇就不一样了 看着简单 但AI如果乱走 撞墙的可能性 比吃到果子大多了 一遍又一遍的惩罚过后 懵懂的AI呢 自然就学出来了一套 完美的躺平策略 就是原地转圈 虽然拿不着奖励 但至少没有惩罚 针对这个问题 我直接加了个死亡倒计室 你这小AI不是喜欢原地转圈摸鱼吗 行 我给你加一个560步的寿命限制 超过这个步数了 还没吃到东西 直接扣掉分数按失败处理 我用这个粗暴的策略 又训了一宿 第二天一看 哎呦 不能说提升很大吧 只能说鸡毛又没有 AI确实是能吃着果子的 可没吃几个 又开始了 经过大量的测试观察 我找到了问题 对AI来说 蛇越长 形式就越复杂 蛇的长度多个三四格 它乱走 撞到自己身上的概率 就已经远大于吃到果子了 反正尝试新方向 也是大概率撞晕 人家干脆转圈摸鱼摸到底 这种形式复杂的时期 我不发心的琢磨 怎么给AI提供更细致的奖励指引 只知道简单粗暴的逼AI努力 那这错呢 确实是不在AI身上 所以我又花了七个晚上 挑着奖称机制 不然AI每走一步 都能获得一个反馈 接近果子就加分 远离就扣分 这个分数呢 比吃到果子和装晕自己的分数要小很多 这样引导AI朝着果子走的同时 也能让它有个长线思维 该招路的时候 也别局限于那一掌步的得失 然后我把原来的固定奖励 也都改成了动态的 蛇越长 吃到果子的奖励就越多 装晕了的惩罚也会减小 这样一旦AI取得了难得的长度突破 奖励分数就会激增 咱这主打的就是一个快乐教育 这次我觉得不出意外的 应该没有意外的 所以训了一波大的 我让AI同时在32个游戏上 给训练学习 5个小时之后 AI就玩了整整40万盘探称室 早上起来一看 AI终于是傻到 能看出来 咱们这个小AI 这回是奔着果子走了 长度也有了质变 拿下三四十个果子 轻轻松松 可是吃到50个之后 熟悉的一幕又回来 这就是为啥 我有段时间看太阳都是绿的 这次的问题和之前解论 在原理上差不多 一句话就是 舌的长度又到了天花瓣 AI撞晕的概率远大于吃到果子 快进一下就会发现 AI绕了半天终于吃到果子之后 确实没兼职几步 输掉了游戏 这时候 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动作反应游戏了 而是一个策略游戏 所以AI如果想更进一步 就必须得预判 并且避开可能的死局 这就很像齐类游戏了 接下来 我先是给AI升级了大脑 不敢轻敌 老老实实的把多层感知机 换成了卷积深究网络 然后又把贪吃蛇的颜色 换成了渐变色 经过大量的测试观察 我发现蛇的长度 接近40之后 就经常会堆成块 这样蛇的姿态信息就丢失了 换成渐变色 蛇很长的时候 AI也能一眼看出来 它是怎么绕的 针对线的规划自己的长线策略 这次的训练进行了10个小时 AI对贪吃蛇的理解明显上了个台阶 和之前的版本比 无论在游戏前期还是后期 水平都是直接粘压过去 前40个果子 AI没什么多余动作 都是直奔主题 长度超过50之后 可以明显看出来 AI开始给自己留后手 很多时候乍一看 都感觉AI肯定要把自己没色 结果他总在最后一刻 刚好把尾巴挪开 让自己出去 我跑了实论测试 最精彩的一次 AI拿下了十大师85个果子 身次填满了大半个游戏屏幕 报告是 我相信大家一定和当时的我一样 暗暗期待着一个重头戏 就是让AI把这整个屏幕吃满 彻底打爆这个经典游戏 从数学理论的角度来说 这事是可行的 探知蛇的背后 其实是图论里的一个经典问题 他没有Tony and Psych 求解汉密尔顿环 汉密尔顿路径 是一条经过图里所有顶点的路径 如果这条路径能做到蛇尾项点 那它就是汉密尔顿环 无限循环 直到把整个屏幕吃满 当然不止贪知蛇 今天的很多游戏里 也都能看到这个经典图论问题的影子 实际上本来很多数学问题的起源 就是游戏 比如同类型的蹊跷问题 而很多游戏之所以玩起来有意思 也正是因为引入了数学的魅力 所以说大家有空 可以多了解了解算法知识 比如可以考虑关注订阅0.0.1 这样你妈不让你打游戏的时候 你就可以义正词严的跟他说 别吵吵吵 在研究数学 不过还没有多还 这个思路呢 也有两个问题 我在AutoGPT的烂摊子上 搭起来的这个贪知蛇游戏 网格尺寸是12×12 都是偶数 所以汉密尔多环特别好找 但如果长宽都是奇数 就没这个环 再一个呢 这个解法的观赏性也比较差 没有AI无上速通爆杀贪知蛇的那种爽快感 于是我又研究了7个网上 然后没研究出来 这个问题其实远比诈一看有复杂 特别是蛇变长之后 在现在这个12×12的网格宇宙里 一条长度是50的蛇 它的各种可能的形态加起来 是8后面跟30个零 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加起来 跟这个数理比 还差10多个零 这就是AI要面对的情况数量 而且随着蛇的长度继续增加 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指数爆炸 算完了再回头看到咱们这个小AI 我都有点想哭 它居然把蛇的长度拉到了80多 鬼直到这30多天 它经历了啥呀 不过第八个晚上 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取巧的办法 玩家游戏在每次生成新果子的时候 都使用一个固定的随机种子 114514来重置随机数序列 大幅度降低了问题难度 接下来就是AI的猎杀时刻 我这辈子是第一次见到探知社会 玩成这个样子 只用了4小时 差不多8万版游戏 AI就彻底吃透了 114514号宇宙的运行规律 从短到长 你基本看不到什么多余的操作 AI只用了105波 就吃掉了可能出现的 全部141个波子 平均7步就干掉了 真是过了大年 当然这并不是这个项目的终点 锁定随机种子 只是降低游戏难度的投机需求 我还在继续寻找 一个真正的通用AI 最新进展是 游戏尺寸进一步倍增到2121 AI得分超过2500 等我的小AI彻底征服了探知社 我还会继续更新我的开源项目库 把代码和摸醒上传分享给大家 讲完了探知社 咱们回来聊聊这个 受苦视频的始作俑者 AutoGPT 虽然今天的写游戏的表现 一大糊涂 但我希望大家能注意到 这个信号背后的东西 咱们回想一下第一个晚上 AI玩探知社是个啥呀 30个晚上之后又是个啥呀 AI的增长潜力 就是现实版不可名状的恐惧 强化学习 深度网络模型 梯度下降优化 就这么几个AI算法理论 走到哪儿 哪儿都天翻地步 AI作画 AI聊天的从零到一 再突然到一板 咱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了 现在他终于要开始 接管我们的电脑 今天5月3号 Github CEO 在全球网络峰会上 现场演示了 编程AI Copilot的RX的新进展 孤独有偶 他选的也正是探知社 在大会数万名观众的见证下 AI只用了18分钟 就成功写出来的这个经典游戏 甚至还顺手完成了网络部署 把它做成了一个在线游戏 保持怀疑 保持思考 这个未来可以很可怕 但也突然可以充满机遇 无非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 接下来呢 除了探知社这个长线项目 我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AI方面的最新项目 和大家一起学习成长 行 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 你点个赞 点个关注订阅 就够让我开心了 这三十多个页 也就算没办法 如有啥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 我是林毅 咱们还是 下个视频见